大家好,今天想大家講講中央政治局重訪會議對中國經濟形勢的措持有轉變 另外,日本和韓國對中國的態度不同 經濟學人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想跟中國建立關係,不是跟中國開戰 首先講講日本和韓國,韓國總統韻石月訪美並在美國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講話 韓石月顯然覺得這是他人生的高崗時刻,所以在訪美之前先交投命狀,接上外媒訪問時將台灣講成國際事務 在美國國會演講中,大肆鼓吹韓美友好同盟關係,甚至提到韓戰長津湖戰役 並歪曲歷史,宣稱美軍在戰鬥中奇蹟地突破中國軍隊包圍 為保護韓國這個他們從未認識的國家和從未見過的民族而獻出生命 不過韓石月一面倒地投向美國,並未換來應有的獎賞 拜登和韓石月共同發佈華盛頓宣言,宣布美國給予韓國核保護 承諾朝鮮核攻擊韓國的時候,幫助韓國反制 但是南韓想叫美國起南韓本土部駐核武器和轉移技術 以保護他們,免受北韓攻擊,美國並未同意 另外,沒有為了安撫中國,提前向中國通報華盛頓宣言的內容 美國官員說,他們很清楚地說明美國採取這些步驟的理由 是應對北韓,而不是針對中國,以免加劇美國與中國的緊張關係 這件事好笑的地方是,美國不斷發動 尹石月這個小兄弟借台灣等問題挑動中國 加劇韓國與中國的緊張關係 但與此同時,美國自己就保持與中國的溝通 以免加劇美國與中國的緊張關係 日本更是處理對華關係比南韓聰明一點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4月20日訪問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岸田說,日本中優先考慮更加積極的對華外交政策 而在G7,即是七大公的國風會前夕,岸田做一次重新希望與中國建立 建設性與穩定的關係 似乎暗示著,日本將會重新採取積極友好的態度與中國打交道 岸田文雄的訪問被外界視為日本對華態度的大轉向 經濟學人雜誌的文章標題是 與日本手上對話,岸田文雄想要外交 而不是與中國開戰 文章說,日本官員曾經擔心 沒有對抵禦來自中國的威脅態度過於冷淡 甚至十年前,中華在釣魚島發生衝突後,日本認為美國領導人不應該繼續尋求與中國的接觸 一個前日本大使曾經抱怨說,我們就此警告過美國 但是近年來,美國對華的形勢急轉直下 民主共和兩黨的政客競相比拼,誰對中國的態度更加強硬 這樣就令日本帶來相反的擔憂了 日本手上岸田文雄,被經濟學人問及 日本將採取何種軍事行動壓制中國的所謂霸權野心的時候 岸田並沒有猛烈地評擊中國 也沒有列舉日本正在採取很多加強防禦的措施 反而說,必須優先考慮與中國開戰積極的外交關係 下個月,日本將在港島舉辦七個集團即是G7的峰會 希望它召在前夕,岸田文雄不時翻譯簡報 竭力避免令中國兩個關係惡化 他補充說,日本將堅持立場敦促中國採取負責任的行動 同時在各種問題上與中國保持堅定的對話 並在共同的挑戰進行合作 他重新希望與中國建立建設性和穩定的關係 今年一月,他在華盛頓的一次演講中也用了大致相同的措斥 經濟學人說,確實有很多跡象表明 日本認為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已經過於激烈 日本領導人現在一直呼籲要加強與中國的溝通 2月下旬,兩個外交部國防部官員舉行了會晤 3月底,兩個軍隊建立了一條國防熱線 4月2日,日本外相林方正訪問了北京 這是三年以來日本外相首次訪華 與此同時,日本議員也表現出了克制 日本國會沒有像美國眾議院那樣成立號戰的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 相反,日本議會有一個歷史悠久的日中議會友好協會 這個星期,這個協會就任命了二階進博作為會長 二階進博,最後人所知的是他與北京的關係密切 然而經濟學人認為這樣並不是意味著日本降低著中國的警惕 岸田文雄再次呼籲維會台灣可入的和平和安全 並且表示日本不會願意容忍通過武力改變現狀 即是反對中國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日本說在未來五年將國防開始增加一倍 目的是讓中國相信日本不會任人擺佈 而在東京,所有人都相信中國已經對日本構成威脅 這個威脅臨近的感覺令日本非常認真地去採取應對的方法 在美國,關於台海戰爭是半個地球之外的抽象概念 而在日本,人們就想知道 假如這場戰爭真正爆發,最近的庇護所在哪裡 那就是為什麼日本不像美國國會那樣頭腦發熱 而是廢殺苦心,防止局勢升溫 岸田文雄強調,美中關係要保持穩定 對國際社會非常重要 經濟學人說,有跡象表明保持美中關係穩定 這個資訊正在國際之間傳遞 在日本敦促之下,4月18日 在日本長野省召開的七國集團外長會議發表公佈 呼籲各國與中國坦誠地交往,共同努力 這個在外交上相當於對華拋出橄欖枝 4月20日,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在東京向聽眾保證 美國不打算與中國脫勾 但經濟學人也指出,有本期望緩和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 只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美國大選即將到來,而東京就成為美國競選路線上的一站 佛羅里達州洪心勃勃的共和黨州長德桑蒂斯 將於4月14日到訪日本 而中國幾乎不會接受美國伸出的手 中國願意與日本對話,主要是為了緩和美國與他們的盟友 和中國對抗的關係 即使如此,岸田文雄對控制印太局勢的嘗試 可能也是他任內最重要的地緣政治貢獻 看完經濟學人的分析,可以這樣總結 中國會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對象 日本如果有意願與中國改善關係 中國也會接受與日本改善關係 但對向美國交投名狀的韓國就不一樣了 另外想說說中英政治國的重磅會議 對中國經濟形勢的判斷操持有變 4月18日,中共中英政治局召開了會議 分析研究當前的經濟形勢和相關工作 總書記習近平主持了會議 按照慣例,每年4月的中英政治局會議 在全國人大正業兩會之後 中英層面討論經濟工作的重要會議 被外界視為是市場理解中英政策走向的重要視窗 今次政治局會議對當前經濟形勢作了最新的判斷 會議提到我國疫情控制得到重大的決定性勝利 經濟社會全面恢復常態化運行 皇冠政策靠前協同法力 需求收縮、供給衝擊 預期轉動的三重壓力得到緩解 經濟增長好預期 市場需求逐步恢復 經濟發展呈現回升的好態勢 經濟運行、實現良好的開局 這次會議有幾個重點 第一,中國經濟好轉 這次會議與去年底的中央經濟會議相比 對經濟形勢的判斷操持有了明顯的變化 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 當前我國經濟恢復的基礎上不牢固 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有三重壓力 這三重壓力仍然是比較大 但這次政治局會議就說三重壓力得到緩解 而事實上中國一季度的GDP同比增長4.5% 與去年第四季度相比 環比增加了2.2% 好過市場預期 而國家法改委新聞發言人孟偉 概括了中國經濟的現象是 需求擴大、供給恢復、預期改善 第二,雖然三重壓力得到緩解 但當前經濟仍然存在著阻力 這次政治局會議說目前的問題是 當前我的經濟運行好轉主要是恢復性的 內生動力更不強 需求仍然不足 經濟轉型升級 面臨新的阻力 推動高品質發展 仍需克服不少困難挑戰 第三,要確保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 雖然這次會議也再度強調了房住不炒 但也表示要欣承施策 支持剛性和改善性的住房需求 做好保膠樓、保民生、保穩定的工作 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推動建立房地產業發展的新模式 會議公布沒有說到這種新模式是什麼 但俱建部部長魏雄 早前接受梅德訪問的時候就說 對於購買第一套房的要大力支持 首都房利率應該降的都要降下來 對於購買第二套住房的要合理支持 以舊換身、以細換大、生育多子女的家庭 都要給予政策支持他們去買樓 對於購買三套或以上的住房 原則上不支持就是不讓投機炒樓者有機會重新入市 同時他也提到以慢慢漏氣的方式 穩妥化解房企、資金鏈斷裂的風險 重點是增加房企的開發項目貸款 拼購的貸款和買樓的人的按揭貸款 滿足合理融資需求 第四要速消費、穩就業 是這次政治局會議部署經濟工作的重點 會議提到恢復和擴大需求 是當前經濟持續回升向好的關鍵所在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 穩健的科技政策要精準有力 形成擴大需求的合力 而國家法改委新聞發言人孟偉之前透露 法改委正在找研究 起草關於恢復和擴大消費的政策 簡單總結 中國經濟有明顯改善 度過了之前的危機 但未來挑戰都不少 主要是要穩住樓市增加投資 另外在石樓台的示範評我會說到 中國對阿富汗是恨跌不成降 阿富汗政府禁止女性讀書和工作 禁止女性國民和聯合國工作 結果包括中國在內的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 一致對她的譴責 歡迎訂戶去石樓台看看我相關的評論 大家好 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樓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都可以看得流暢的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是用畫面上的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布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